台东高中同学吴少睿 他出身单亲家庭 家境清寒 不过在学校都保持着优异成绩 高二的时候 他被诊断出罹患了 先天性心房中隔缺损 一度产生优异现象 所幸正面积极的心态 让他重拾希望 而且他也获得今年 台湾大学希望入学计划申选 录取了奠基工程系 他也婉拒了校方推荐 角逐总统教育奖 他说要把资源让给更需要的人 距离入学还有数个月的时间 吴少睿早已抓紧时间 先修相关课程内容 就读台东高中 数理专班的吴少睿 有妈妈一手抚养 他和就读大学的姐姐 一家三口住在 只有十平大的足用平房 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助力 就算有时候 虽然在物质上的资源 没有那么的足够 但是他却给我心中 有一股很强大的动力 因为我必须要更加努力 因为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 那未来的我将什么也无法改变 所以我希望能透过自身的努力 来翻转自己的人生 品学兼优的他 不仅在校排名前百分之一 在书理科别更是获奖无数 更在今年透过台湾大学 希望入学计划 入取电机系 台大的希望入学 基本上是目前在大学 多元招生的管道上面的 属于特殊选材的部分 在清寒的逆境当中 都能够保有很棒的学习力的孩子 事实上能够给他们机会 因为他们在逆境都能够表现这么好 更何况是在一般的学习上面 所以他们希望非常愿意提供给 这些特殊境遇的孩子 新著名的孩子 以及比如说是低收入入的孩子 给他们一个另外一个升学的管道 平常我自己本身也是对资讯科技有点兴趣 然后加上我平时最有兴趣的科目 就是数学和物理这两个科目 然后中文以上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电机系都有 校方原想推荐他角逐总统教育奖 他却婉拒了 希望能够将资源让给更需要的人 我不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成绩而 站在这个位置 还是有其他比我更辛苦的人在 那我想说我毕竟一路上 已经接受到了很多的帮助了 那我想说把这个奖项 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而这一路上 吴绍瑞最感谢的人就是妈妈 他也特别感谢班导师 积极协助争取奖学金 让他得以安心就学 台东高中学生吴绍瑞 凭借自身的努力 在逆境中勇敢向上 翻转人生 校长蔡美瑶也特别叮嘱他两件事 希望日后他能持续精进英语能力 开拓视野 并且实时感恩感念一路上帮助他的人 记者夏家会台东市报道